关注一经风水,找到成功秘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心里有多少善念,命里就有多少福报 佛经上讲,一切万法,皆从心生 心无所生,法无所往 心是一切的根源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怀善念 知足感恩,一切由心正 心中有多少善念,命里就有多少福 一,因为善良所以幸福 佛说无量寿经上讲 善恶报应,福祸相成 身自当之,无谁待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善恶之报,自有定数 有个寺庙供奉着一串佛祖代个的念珠 而供奉之地只有庙里的住持和七个弟子知道 一日那串念珠突然不见 住持对弟子们说 不管你们谁拿走了念珠 只要放回原处,我便不会追究 佛祖也不会怪碎 可弟子们纷纷摇头 七天过去了 念珠仍然不知所踪 住持又说只要承认了念珠就归他 但仍然无人失望 住持很是失望 你们明天就下山吧 拿走念珠的那个人想留就留吧 历人一早,六个弟子便下山去了 只有一个弟子留了下来 住持问念珠呢 弟子说我没有拿 住持又问 那你为何要留下白白背上个偷窃的罪名 那弟子便说 这几天我们几个相互猜忌 有人能够站出来 其他人便能得到解脱 再说念珠不见了 佛还在 住持笑了 从怀中取出那串念珠 戴在弟子手上 想得到自己 更能想得到别人 这便是佛法 于是这名弟子继承了住持的衣钵 心善的人总会有好运 善良的人自有善缘 所以会吸引到更多善良的人在身边 才常能有贵人相助 事事顺心如意 老话常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善良所以幸运 做人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人生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因果 所有的好运都是自己结下的善缘 老天从来不会亏待每一个人的善良 不必气馁步入别人好运 一切美好都在来的路上 人生处处皆因果 善因善果都是自己得来的 你的善良便是你一生的好运 二 心充实了人才幸福 佛约人无善恶 善恶存乎耳心 一念善即是天堂 一念恶即是地狱 善念之人心怀感恩 生活才会知足常乐 处处充满爱和惊喜 佛祖一日在菩提树下问一人 你在世俗人的眼中已经是有钱有势 有爱你的妻子 有聪明的儿子 为什么还是不快乐呢 那人回答说 正因如此 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佛祖笑了笑 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天有个游客快要口渴而死 我便将一壶水放在此人面前 但此人却滴水未去 心生好奇 我便问他为何如此 那壶水很多 可我的肚子却很小 既然我不能一口气将它喝完 那我不如一口都不喝 讲到这里 佛祖笑着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 你可知 你可知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即可 人生也是如此 你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事情 但只要用心把握其中好的一样 那便是足够了 人生幸福与否 全看自己 幸福不是靠别人的羡慕 或是妒忌得来的 而是靠自己内心的充足体会到的 这世上没有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生平安顺遂 但能确保自己感恩之足 生活的美好其实处处都有 只有感恩之足才能拥有这些美好 心能装下多少福 命里就有多少福 别人的幸福不是比你拥有的更多 而是更懂的知足 欲望只会带来无止境的痛苦 幸福从来不是看你手里有什么 而是看你心里有什么 感恩之足的人总是幸福的 因为感恩之足的人总有一个充实的心 心灵充实才能体会到幸福快乐 三 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缘 佛经上说 心生万法生 心灭万法灭 世间的一切现象都离不开我们的心事 所以你的心事成就了你 而你是谁就决定了你会遇见谁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圣人去世了 许多人都前来祭拜 并渴望得到他的一件遗物留作纪念 其中一人选中了一个精美的烟斗 那个圣人的妻子对他说 这要一百块 那人犹豫了 这可是一大笔钱 于是他决定先试试那个烟斗再说 他点燃烟斗 仿佛在烟雾中看到了智慧的大门向他开启 他激动了 立即拿出一百块 然后带着烟斗回了家 回家后 他又点燃烟斗 可是这次什么都没有 那学生气坏了 立即去找圣人的继承者想讨一个公道 那新任的圣人听完他的遭遇 笑着说 我的孩子 事情很简单 当烟斗属于圣人时 你便能看到他所看到的一切 但当他一旦变成了你的烟斗 那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烟斗 那你就只能看到你的平常所见了 高尚的人心中都是高尚的愿望 卑劣的人心中尽是些肮脏的想法 你的人生和你今生所遇的人 全都取决于你自己 生活不尽如意 也别急着抱怨 因为能改变这一现状的只有自己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不一样的是人的心 所以你是谁就会遇见谁 而你的小小改变 就会像那扇动翅膀的蝴蝶 看似不值一提 却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结果 人生的美好 不是站在未来某处等待着你 而是需要你去努力靠近 人这一辈子 幸福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做好自己 生活不满意不要紧 低头看看自己的不足 努力做到再好一点 远方不远处 就是你触手可及的幸福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